4月10日 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曾光 接受中心社记者专访 在谈及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形势时 曾光表示 新冠肺炎是新发传染病 目前还有很多情况尚不能完全了解 不能判断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已出现隧道前的亮光 什么时候控制住 我倒注意的话一句话 特朗普刚刚说一句话 说好像美国以前 他说看到了隧道 往前走看着隧道亮光了 我就看着他太亮光了 这是我的看法 我要看全球的话 我还没看到这个亮光 为什么这么说的话呢 因为这个疫情 这个病是个新的病 我们不认识的太多了 曾光指出 各个国家防控模式 防控力度 防控时间 气候 国情都不一样 面对的又是全新的疾病 全球疫情防控形势 依然严峻 如果中国第一阶段 欧美国家第二阶段 我觉得第三阶段应该是 发展中国家 是吧 特别包括的话 我们这个 我们的话 这个非洲啊 南亚呀 拉丁美洲啊 这些国家的情况 是吧 这些国家的恐怕的话 它的监测力量 救治能力 可能都是问题比较大的 此前一些国家 曾对新冠肺炎疫情 提出过群体免疫策略 对此 曾光认为 群体免疫是书生义气 是一种理论 这一理论 不宜被化为事件 提出这种观点的人 他能提出一个病毒传播的路线图吗 感染谁 不感染谁 是吧 如果 如果都是 都管感染年轻人吗 轻症就过去吗 不是的 我们中国采取的是 控制疫苗的策略 曾光表示 各国如今都转变了策略 向严防严控的方向调整 建立什么方舱医院 是吧 什么的话都要戴口罩了 也是原来不一样 现在也这样一样了 你看也像我们的方向调整了 有些方面它还走到我们前头了 比如说美国那个整段世界 是吧 你看的话 人现在一代两代的 现在核船整段世界 限制五分钟 能够得出阳性结果 13分钟医性结果 曾光强调 现在全世界在同一条船上 加强合作显得格外重要 第一个层次 我们叫多边的合作 多边合作的话 就在世界卫生组织 的指导下的合作 第二是双边机制 任何两个国家 都可以互相交流经验 特别是美国和加拿大 可比的地方 比和中国更多一些 我觉得都可以交流经验 另外可以跟美国请教 中国也可以跟美国请教 你们的整段世界 怎么研发的 你能不能把你这个 像我中国似的 把这个我们这个病毒的话 这个基因图谱都公布 你们能不能为了 为了这个抢救的话的目的 把你们这个研究的这个方法 也都公布于世 让世界各国也都学一学习 我觉得我们都可以请教 大家都应该有这种心情 开放的心情 曾光说 他非常希望欧美国家的疫情 能够早日得到控制 并期待欧美的发达国家 在控制住疫情后 能够抽出人力物力 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 抗击疫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